晚上临睡之前做十个这样的练习 很多做老年朋友都说自己半夜起床 上了个厕所之后回来非常难以入睡 大家都知道老年人起夜 这是谁也回复不了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一旦起夜之后会发现影响自己的睡眠 很多的人为此感到非常的痛苦 今天告诉大家 临睡之前做一些肌肉锻炼 它会使我们睡眠的速度加快 我们就是起来上一个厕所 回来躺床上会迅速的入睡 因为我们累了以后特别容易睡得很香 对吧 建议大家晚上临睡之前做十个这样的练习 做起来是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是把两个手举起来 抓住一根杆子 双腿打开 慢慢的蹲下去 胳膊还要伸直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完整 全身百分之七八十主要的肌肉群出的一种用力的状态 造成一定肌肉疲劳的时候 它会增加我们浅睡眠的状态 当你起了夜以后呢 回到床上的时候 可以迅速的进入梦乡 所以呢 今天告诉大家 肌肉锻炼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